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雷 这期片场拍摄幕后讲解的是我之前作为DP摄影指导以及联合导演拍摄的一个时尚广告 甲方是与之前花园温室场景广告相同的指甲装品类型产品的品牌 这次甲方以及美术导演Jesse希望达到将新产品的中性色彩给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便选择在一个比较具有符合中性设计的室内布景以及天台场景来拍摄 在天台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很幸运的如意漆般的抓到了棉花糖色的夕阳 那这个视频便是对我的摄影拍摄画面以及团队片场幕后进行的解析 都是我个人拍摄机类的经验分享 灯光 运镜 器材 布景这些我都会设计到 那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这次的拍摄器材方面我选择的机器是索尼的FX6 全片镜头都使用了东正的电影镜头 用到Kata Ace无斜变焦来帮助我达到zoom in拉近的运镜镜头 又使用到东正的旋风定角组 主要有用到16mm 25mm 50mm 这些画面后面都会有讲到 配件方面我在机器上使用了铁头的FX6吐龙 以及Viko电池板来帮助我使用其他配件 用了Small HD的Cine 7屏幕帮助我监看 使用了铁头的Nucleus M跟焦器以及大江的无线图传系统 来帮助我的AC助理Donny帮我进行无线跟焦 在大江无线图传的发射器上 也使用了铁头的Viko转接板 来让我的整个相机的Rig更加整洁 一拖二到两个大江的一体式接受屏幕 同时给我的AC跟焦以及给Jesse做导尖 相机辅助方面我使用了Data Dolly滑轨 以及萨拿的脚架来帮助我达到更加顺畅的Dolly In 推入还有上下摆动等运进镜头 使用了Easy Rig的Mini Max帮助我在手持拍摄的时候 减少背部和手臂的承重负担 这是一个持续两天的拍摄 甲方希望在视频中做到介绍每一个穿戴着 不同颜色产品的模特以及穿插一些特写 展现出指甲产品的镜头 第一天的拍摄是在一个高层建筑物的室内场景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Studio原因是十分喜欢那些室内的一些装饰 这种淡雅的中性色彩的室内设计 是我们想要达到的风格与色调 并且有一个设计十分漂亮的沙发 当时在看景的时候我就使用SoundSeeker软件 观测到拍摄当天的阳光会在窗户的后侧方向照进来 所以十分适合在室内对着相反方向的墙壁 拍摄第一幕的一个镜头 不过一开始的室内其实是比较空荡的 我有感觉到画面缺少了一些细节元素 所以我们在拍摄之前就去购买了许多层肉色的薄纱 与灯爷一起在室内使用四个C架 将薄纱挂两层叠加起来 横跨了房间 这样子我们的画面便具有了层次感与空间感 还要多了一些色彩 并且搬来了工业级别的大风扇 对着纱布从前后这么吹 可以达到纱布持续在空中漂浮的设计效果 宽敞的镜头灯光设计便顺着相机右侧 落地窗带来的太阳光当作主光而设计的 灯爷在模特的右上方 也就是窗户的位置摆至了艾图斯的600D 加上了菲尼尔 再通过柔光布照相模特 进行了对太阳光的柔化以及辅助 也提升了一些光的质感 确保模特有不错的眼光的设计 以及在脸上有柔和的光笔 在模特左后方 我又让灯爷使用了另一个600D 加上菲尼尔打暖光照相模特头发 将模特头发与背景可以分离开了 并且使用NOVA600C 在相机左侧照亮了一下天花板和整体的室内氛围 进行了些许的环境光的补光处理 设计的演员动作 是先在纱布远处站立着 Jesse当时希望给广告的开场 就是一点神秘感 接着从远处走向镜头 穿过薄纱走向相机 同时我也将相机放在Dana刀里的滑轨上 向着模特这样子进行推入运镜 模特动作与相机之间 这样子就可以有反方向的这么一个运镜 便可以增加整体镜头的动感 在推入的同时 我也会使用相机围做一些上调的镜头 确保我们的构图一致 不会卡掉模特的头顶之类的 这里的运镜彩排了几次 给模特确定好停止的点 以及相机推入运镜停止的点 接着我们拍摄了 模特的眼睛的睁眼特写镜头 作为广告的开幕镜头 灯光的设计基本上很相似 那就三点灯光 当然将灯都挪近了一点 并且角度换了一下 来辅助我们的特写镜头 确保我们得到眼光都是一致的 在前期筹划的时候 我便想到 如果是拍这种睁眼的大特写镜头 可以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加上一些呼吸的声音 我觉得可以使用呼吸声 这种音效的设计 来带动影片的开展 这位模特的中景特写镜头 我决定是在纱布的中间 使用手持来拍摄 我这里特意选择使用了 东正的16mm广角镜头来拍摄 因为特别喜欢广角镜头拍摄 飘起来这些纱布带来的一种 魔幻的感觉 手持带来的轻微的自然晃动的效果 也可以给画面带来一些自然的动感 那接下来拍摄的双人场景 我还是以相同的背景 不过使用了这个沙发的置景 为了得到更有意思的灯光 我们让灯爷在后面的墙上打了射灯 并且装上了窗户形状的Gobot插片 这样子可以在墙上 从太阳光的方向打出窗户的倒影 来仿照太阳光透射过窗户进来的感觉 那也为我们的背景加入了一些细节 Jesse设计是让演员坐在沙发上 在相机推入的时候看向镜头 我便设计了将Data Dolly 与相机放置在纱布的中间 那事先能先用手将纱布 这样子放在相机的前方 然后在相机推入的时候 再用手将这个纱布 慢慢的往外撩开 这样子在相机往前推入的时候 可以穿过前景的纱布 为镜头增添一点美感与动感 并在推入的时候 我也会给演员信号 什么时候转头看向镜头之类的 看过上一期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些是我在进行推入运镜的时候 十分喜欢使用的方法 可以很大程度上面给你的镜头 带来更多的动感和设计 那后面拍摄的这两个模特 站在纱布中间的中景特写镜头 也是我十分喜欢的镜头 进行了一个说悄悄话一样的动作 来带动展示指甲的产品特写 以纱布为背景和前景 我进行了一个zoom in 变焦放大的运镜 无鞋变焦的奇跤设计 自然让拍摄这种拉近拉远的 放大运镜十分轻松 在成片中可以看到挺多的 这种拉近拉远的画面 其实在普通的场景 也可以使用像这些道具 这些镜头的构图 镜头的设计 来使你的画面更加有趣味和美感 我觉得这对特别是 在片场上时间非常紧的 时尚广告来说十分吃香 接下来我想讲的镜头 是在第二天的拍摄 是在移动建筑物的天台场景拍摄的 根据我提前设计好的节奏 以及镜头 我们雇佣了一位斯坦尼康操纵员 EUYA 它的操控技术十分不错 它将FX有装在斯坦尼康上 就需要加重很多 放了上了很多这种加重版 不过使用东正旋风定交组的好处 就是这组镜头的光圈环 跟交环的位置都一致 并且重量也十分一致 所以每次换镜头的时候 基本上不需要调节 铁头牛K3马达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 EUYA不需要重新调平斯坦尼康 大幅度的减少了我们更换镜头的时间 当晚的风真的很大 很冷 不过为了得到风吹起裙子的感觉 模特都很敬严 这一个镜头 是我当时设计Storyboard的时候 就很想拍摄的一个镜头 我们将相机的机位调低 斯坦尼康也便调成了低角度的拍摄模式 使用东正的16mm广角镜头拍摄 并且缓慢的进行推入运镜 前景的模特就走向镜头 弯下腰 梳理头发 看镜头 背景的模特则逆着风 在背景这样穿过去 这样子的两个模特相互穿过 使用慢动作来拍摄 我感觉会有一点魔幻且空灵的效果出现 这样子的镜头我们也有拍摄许多 让模特在风中舞蹈转圈 让斯坦尼康以模特的逆时针反方向的去运镜 宽敞镜也有 中景也有 拍摄裙子在风中摇摆的慢动作 还有使用16mm拍摄的一些建筑物的空镜 我觉得这些镜头都可以给视频整体增添一种空灵的美感 以及为观众带来一些氛围感 我最希望能抓到的即是粉色的棉花糖天空的那一瞬间 那天的云很多 所以在夕阳的时候如期的得到 我们抓到了许多提前设计好的模特的单独的镜头 每一个模特我都会尽量确保会有不同的运镜的方式 以及给他们有不同的动作 也合适的去运用晚霞带来的光线 去找到合适的拍摄角度 得到很好的背光或侧光的一些效果 也可以在背景中尽量能看到这些火烧云 那为了给画面带来更多动感 我们的运镜尽可能能做到大范围 这样子相互这样交叉剪辑的时候 也可以更加的顺畅 那进行了大范围的快速推入 环绕 升降 不过在使用这种大幅度运镜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记住 运镜我觉得时刻要有始有终 并且需要与模特的动作去配合带来目的性 要不然毫无目的的运镜看上去 我觉得会很有违和感 OK 那以上就是这期的片场幕后教学 感谢Edan的幕后拍摄支持 那这些片场幕后视频 都是纯粹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分享 我在拍摄得到的一些经验和制作的 如果你也觉得这些视频能够给你带来些许的帮助 也希望你能够留言让我知道 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这些视频哪一个部分 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帮助 比方说运镜部分啊 布景啊 器材部分 还是剪辑部分 也希望你可以让我知道 OK 那我是Nick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给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